有的時候 我想一想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像常常拍一些片 人家都覺得是勵志的 其實開始的時候 都不是這樣想的 是覺得 我覺得其實 我常常說我會做導演 其實是因為很多人感動我 其實在生活裡面 我常覺得說 其實每個人 我沒有看過一個人 是對自己的人生百分之百滿意的 不是覺得自己不夠高 就是不夠漂亮 不然有點胖 或者是太窮 或者是孤單 沒有朋友等等 那我覺得每個人生命這麼短 可是每個人在他的生命旅程裡面 其實都非常的努力 都遇到很多困難 我覺得都是如果有一點點溫暖 有一點點鼓勵 不管是家人朋友 都是其實很多的挑戰 真的很多的挑戰 像我的挑戰呢 就是說 我從生下來就覺得我是一個男生 所以呢 很多朋友看到我 每次都常常有這種笑話 從小就有 走在街上 人家說 你看來是女子還是女子 女子 女子的啦 然後人家就說 小弟 跟你說女子的啦 就是 每個人都會有很多很多的挑戰 其實都不容易克服 那但是 不要說數到365天 就是我們人生的每一天 可能你都會要跟這個挑戰 那個奮鬥 那可是 其實不是勵志 真的是我打心裡 敬佩很多平衡的人 在生活裡的這種努力 是我會做導演的最重要的原因 謝謝 謝謝小弟老師 我們來投訴一下小弟老師今天的裝扮 小弟老師他其實是留著一個短短的 有點像平頭的頭髮這樣子 然後穿了一件黑色的這個背心 然後穿了一個米黃色的長袖的襯衫 跟一件深灰色的工作褲 他兩邊有口袋 然後他穿了一雙很酷炫的登山鞋 因為拍戲的關係啊 所以都要有很多可以裝在陣上啊 或者是下雨啊 泥巴或怎樣 那有沒有朋友想要問問題 或者 小朋友好看嗎 你覺得好看嗎 好不好看啊 好看 他因為大將之後 他慢慢思考 哈哈哈哈 好 請說 我想說的是其實 其實這個數到365天的電影還蠻感動我的 就是第一個感動我的地方是 我看到電影的男主角 想常那麼努力 就是很喜歡很喜歡一個女生的時候 當你很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你當然會為了努力 只是他這樣子能這麼的堅持 然後去做很多很多為了達成讓他長高的事情 那麼堅持力我是覺得很感動 然後也有鼓勵到我 然後就雖然看到就是當中的媽媽 爸爸 然後阿公阿嬤 也都離婚了 只是都對這個小孩很關心 然後最後就是千方百計的支持他 也想讓他長高 然後這一點都是讓我在這個電影裡面 非常感動非常難忘的 所以也很謝謝公視願意做這個投訴影像 然後也很謝謝王小弟導演 拍出這麼感動我的一部電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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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公文電視這邊準備了幾個小禮物 待會如果說大家勇敢提問的話 我們就會送一些小禮物送給大家 對啊我覺得也應該順便講一下 這些年我覺得很多創作者在公文電視有機會拍一些自己想拍的東西 然後今天我也是非常真的非常新鮮的經驗 我剛剛一開始稍微帶眼罩 體會一下那個感受 然後我就也覺得說哇真的不容易 我原來才知道四張板是這樣做的 就是很仔細的把這個這個中間所有的動作情節療會 所以我們可以有另外一種分享溝通的方法 我是很謝謝公視 謝謝 還有沒有 馬上前面這位 我是台灣大學國家文學博士 中央大學中文系退校教授 現任是台灣數位有數學學會的理事長 戰修會 然後我今天看到那個 最後我非常感動 因為在電視的那個什麼能夠顧及到視障者的那一種看電視的一個不方便 而做一個口述影像 開我們電視的口述影像這些的公視 那麼我會那個什麼的非常贊取 而且非常感謝 而且也帶給施張者的一種幸福感 那麼但是我有個建議就是在這一次口述影像 因為我看了很多口述影像的電影了 大概都是在奇名分館看的 因為黃英雄老師在這裡 把我們全世界國際型的一個各個口述影像 都有提出來解析過 所以我在想在口述影像的這個部分 好怕需要細膩一點 因為所有的一個現在的很多電影 都是有些非常注意 內在的一個表現 也就是說心理系常常佔了很多 無聲的心理系會佔了很多 尤其常常會要注意我們整個的表情 動作裡面所表現出來的那一種 那個心理的一個困難 或者是喜怒哀樂的那種情操 而不是用眼裡去表示的 那這一點我們視障的人 往往沒有辦法從他們的表情 他們動作去看得到 像我們這次的口述影像裡面 確實有一個有些部分說得很細 譬如把那個牆牆的那個美貝掀開來 看他那一種有點那個稀密的 有點那個姑姑那種表情 那我口述影像確實是點到了 但是有些卻沒有聽到 譬如說那個諸侯跟祖父之前 像祖父那一種我們可以很能夠感受到 祖母那一種矛盾的那個那個心態 矛盾其實他臉上的表情啊 包括動作是什麼樣的一個動作 揮手呢或者是打出去這一類的一個 或者是那個那個嘴巴 那個那個崛起他的嘴巴啊 或者是那個或者一股那種 績笑的言行像這一類的 因為我們在我們看不到 但是我們在口述影像也能告訴我們 口述影像今天的口述影像 要大部分的指示 就出現的那個那個 我們的一個就是人物的一個行為的 進場的說明 大概以這個說明作為一個基礎 那麼並沒有以他們的表情動作揮動的手腕 或者揮動什麼 他們表示是大概什麼樣的情況來作為說明 所以將來在拍下一個片子的時候 會更新的在口述影像上來做說明 也就是因為適當人的耳朵往往很好 如果因為要配合那個電影的一個 我們不適合說很多話的話 到口述影像則的那個速度加快一點 我想應該也可以 這是我的建議 謝謝 謝謝 謝謝